HELLO 大家好 我是廠長 今天我們要來做一個實驗 什麼實驗呢 就是如果對方全部都是原定的話呢 該怎麼面對 該怎麼應付他們 該怎麼對付他們才對 那現在呢 就是有四個原定 然後我們呢 基本上呢 就是要來看看到底原定 主要會選四個原定的原因就是因為 他們可以把椅子給拆了對不對 把所有椅子都給拆了 所以我這一集呢 無論他們拆不拆椅子 我刻意都不會把他放在椅子上 除了引誘之外 我都不會把他放在椅子上 對 好 先遇到一個 先打他 哇 我有四個女兒耶 原定是廠長的女兒 不是嗎 好 我們先追擊這一個 讓他先倒閉 應該是躲在門那邊想引誘我 哦 我來 哦 想太多哦 這個追過去 這個應該也是要來吃 哦 第一次騙不倒 第二次應該也騙不倒吧 哦 好勒 從旁邊讓 嘿 好 暈了 他有辦法爬到對面才暈誒 太厲害了 好 先把他抓起來 我們先把他 帶離這裡 嗯 椅子嗎 嗯 先不要放椅子好了 我們先放旁邊 好 因為呢 這一次歐拉沒有帶到那個 連聽 所以要鎖定人群有點困難 嗯 應該是忘記換回來啦 所以我們現在不得已呢 只好 我想說應該是 把一個圓丁放在椅子上當幼兒就好了 好 吸引他們過來 哦 又一個了 有一個圓丁 打不到 再一下 嘿 哦 打到了 再一下 現在目前是一個半血一個倒地而已嘛 才剛開始呢 好 暈了 兩個都暈了 哦 其中一個 已經恢復半血狀態了 他應該是自救吧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 目前還是一樣維持原樣 好 我們先把他拉到椅子上當幼兒好了 對 我需要一個幼兒 讓他們都過來 救他 好 這是 大女兒還是惡女兒 三女兒還是四女兒 不重要啦 反正我也認不出來 呵呵 接著呢 再去找其他的 然後用傀儡呢 來貼我們手 這一個 圓丁 大女兒 好吧 就叫大女兒 那我們其他的呢 繼續找 如果是單純 刻意要玩四個圓丁的話 我覺得他們的優先目標 都是椅子 但是都是椅子 有一個缺點就是 他們會 根本就沒有時間 以 toen的敵子 去破獄及其妻 一開始 所以其實 我是覺得 耶耶耶耶有人來 先回去一下 喔喔喔喔喔喔 Equity 欸不是他 在後面 看到了 來吧 好 現在已經 欸 一個被救了嗎 對 被救了 再把他拉回來好了 好 繼續當幼兒 又不能乖乖的嗎 看到了 在這裡 幹嘛 想救啊 喔 已經 這又是另外一個人 好 已經 三女兒吧 我想 喔 三女兒別跑啊 我現在 喔 想幹嘛 這樣就不對了 不乖 太不乖了 好 現在 喔 一個又被救了 然後 先回去 怎麼可以讓你跑掉 我怎麼可以讓你 跑掉 好 那 倒倒一下 一個倒地 三個半血 好 繼續 哇嗚 這裡好熱鬧 你們是約好在這邊開party嗎 喔唷 好 兩個倒地了 還有兩個 找一下 找一下 看在哪裡 在哪裡 喔 在這裡 喔 沒有 他應該是自救 我看到 我聽到聲音 在哪裡 跑掉了 不要想說 要救他們兩個 因為 嗯 基本上如果你是半血的話 就會有風險 就像現在這樣 他硬要來救 這樣其實是 很有風險 剛好 剛好 這也太剛好了吧 好 我們剛說了 我們不會把任何一個圓釘 放在椅子上 因為他們 今天主要的目的就是 讓各位知道 就算沒有椅子 也還是有辦法獲勝的 對 新角色蜘蛛呢 可以 原地捆綁嘛 但是 其實根本也不用 好 我們現在在找 另外兩個半血的 圓釘 分別是 三女兒和四女兒 隨便的 反正我也不知道是幾女兒 反正就隨便找到兩個 然後現在呢 傀儡也持續監管著他們 所以他們 靠近了我就知道了 喔 在破譯 對 破譯是唯一的一條路 聰明 不要過來救 因為過來救呢 通常都不會有好下場 但是 喔 在這裡 想救人啊 就跟你說 要好好破譯 不要回來救 因為 完了 現在他們三個都倒地了 剩下最後一個了 最後一個會是你們最後的期望嗎 好像要救了一個人 另外一個人 是不是 他們要破譯機器 他應該只是翻牆 還是幹嘛 在這裡 最後一個應該是想救 因為 如果你不救 欸 你在這裡幹嘛 你在這裡 天啊 我沒想到這麼快 又收尾了 欸 我開櫃子幹嘛 按錯 好 我們把他抓來 擊中一下 走走走 我們來到 跟姐妹相聚的時間到囉 你的姐妹在哪裡呢 我看一下 呃 在這裡 對 你的姐妹在這裡 好好好 我們聚在一起就好 歸歸的喔 那各位可以看到 對 我現在要說明的就是 在右上角這裡 右上角 每一個人 有沒有看到他們的計量表都不一樣 有的低 有的高 當這個橘紅色的這個計量表呢 滿 的時候 就是已經 你看速度雖然很慢 但是他還是持續在上升當中 當到了靈界值 就是最滿的時候呢 呃 圓丁就會在原地死亡 對 所以你們就不需要椅子 這就是為什麼我今天要強調 就算是四個圓丁 也沒有任何意義 因為 椅子不是必須的東西 好 那現在已經有一個快死了 各位可以看得到 等一下就可以看到 他是怎麼死的 就是原地死 我們現在呢 只需要逛大街就行了 其實你只要站著 站著 欸 可以坐嗎 不行 其實你只要站著發呆就可以了 不用做任何事情 對 好 差不多了 有沒有 死了一個 所以呢 呃 應該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知道 應該蠻少人知道 就是 真的不用椅子 只需要 讓他們在原地 一直待到一個時間點 他們就會死了 好 左邊第一個也要死了 大女兒 拜拜 我現在照順序排的 左邊第一個就是大女兒 一時類推 所以 老大跟老妖都先死了 那現在第二個女兒 我喜歡第三個女兒呢 陸陸續續也會死了 但是他們的時間 欸 也是蠻相近的 所以我們再等一下吧 有耐心一點 對 這個呢 時間 唯一的缺點 就是他比在椅子上面 還要來得久 但是 終究會死了 對 就像這樣 苦苦的掙扎 然後一直爬 一直爬 太好 求饒也沒用 因為 我就是不把你放在椅子上 欸 我覺得搖頭晃腦的 虧蠻可愛的 雖然頭有點大 但是 他咬的方式 我私底下咬過 好難喔 這個節奏 這節奏 頭會扭到耶 我們現在繼續 隨便繞繞 隨便逛逛 就等他們 痾痛苦的死去就好了 椅子被拆了 對 椅子根本就無所謂 更盡管者建議就是 再加上他們 基本上 一開始 會浪費時間在椅子上面 所以等於是 你有更多的時間 去攻擊他們 好 又死了 三女兒死了 現在剩二女兒了 還在痛苦的掙扎當中 不過呢 馬上一樣就不會有痛苦了 好 去見你的三姊妹吧 掰掰 好了 那以上的影片呢 就是在 給各位示範說 嗯 原丁流怎麼破解 好啦 那如果你喜歡影片的話呢 別忘了按讚喔 想持續的影片的話呢 別忘了訂閱我的按鈕 小鈴鐺 那我們就 下一節見囉 掰掰 在這下 我可以找到 我來找一段時間 一定要先 你說 寂寞 好 有 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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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